嗨 欧莱雅这个品牌 我估计就再值得值男朋友 肯定都听说过 一句话总结 它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集团 像什么兰蔻 美宝莲 特莲娜 包括像YSL 阿玛尼的美妆和香水线 都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品牌 它的产品从护肤 美妆到香水 护发 男女全都覆盖 它的营收占了全球整个美妆市场的七分之一 去年达到了400多亿欧元 第二名高出了60% 感谢欧莱雅的邀请 我前两天在巴黎刚刚参加了 它在VivaTech的展台 大家是不是很少看到 站起来的小林 我把这次科技展的花絮 就放在这次视频最后了 咱们就从这么一次小小的展会 展开探讨一下 欧莱雅它是怎么成功的 它的秘诀是什么 虽然已经是全球老大了 但我跟你说 它也有它高处不胜寒的挑战 你听我给你慢慢说 欧莱雅它成功的一大决定性因素 再上来先给答案 就是收购 很多人都知道 欧莱雅是收购狂魔 它现在旗下将近40个品牌 就只有巴黎欧莱雅 欧莱雅Pro 塔施 这仨是它自己的 剩下全是买的 但这个所谓的收购 其实完全不是就砸钱买买买 这么简单 它里头也是很有讲究和诀问 欧莱雅它最早并不是做美妆起家的 它是1909年的时候 有个化学家开始做的一个染发剂的品牌 所以在诞生的早期 它其实一直都是染发剂这个细分品类的 后来1957年的时候上任了 第二任CEO叫达乐 我跟你说这哥们是一个资本市场的高手 也非常有野心 1963年把欧莱雅在法国上市了 1964年就收购了当时的一个高端品牌 你知道是谁吗 懒扣 就开始高端化 紧接着1971年就收购了币欧全 进军南市 1985年收购了阿玛尼的香水线 慢慢就形成了一套这种集团化经营的格局 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收购或者说这种集团化的模式 能给欧莱雅带来什么呢 最直观的就是协同效应 说白了就是一加一要大于二 比如说研发 市场渠道 供应链 所有的子品牌 它是可以共用一套的 运营的效率不就提高了 具体到欧莱雅 你看它是怎么干这个事的 你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 欧莱雅就看中了中国市场 它就在96年收购了美宝莲 你说它为什么要收购美宝莲 其实那时候美宝莲在中国整个市场的渠道 就是线下的各种店已经铺开了 欧莱雅它看中的正是这个渠道 后来在03年的时候 它又收购了国内的生产线 这样之后整个欧莱雅大军的其他品牌 像什么YSL 威兹 李富全 再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什么粮草 鹿 都给你铺好了 将军你就干就行了 这有点像什么 一个家族企业 爸爸先去打江山 把关系都给疏通好了 之后其他品牌 也就是孩子们再进来的时候 不就跟叔叔阿姨喝喝酒就行了吗 鹿不就好走多了吗 这个协同效应 在欧莱雅这儿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而它收购还有另外一个精髓 其实也是它这个集团化模式 更绝的一点 你知道是在哪儿吗 我认为它其实是在品牌和市场营销上 营销品牌对于消费品来说 真是太重要了 你就看全球前几大广告主的排名 欧莱雅排在全球第四 再看第一名是宝洁 第三名联合丽华 全是消费品公司 而你知道营销和品牌 它比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没错 就是创业 欧莱雅它靠收购 打造的这个集团化经营的模式 其实就非常有效地 刺激了创业的产生 我这次出去也非常荣幸 有机会能跟欧莱雅中国区的一些高管交流 我才知道欧莱雅旗下这么多品牌 它虽然都是在一个集团里头 共享什么供应链 研发这些资源 但是落到销售和营销这儿 它们其实是完全独立 就各卖各的 它们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虽然是一个麻生的 但也是得九子夺狄一样去争预算 而同时呢 站在集团的角度 我也不能完全散养 对吧 毕竟这些孩子们 跟别的集团的品牌比 还是一家人 所以集团呢 它会尽可能的 促进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合作 经验共享 就比如说蓝扣 它发现了一个市场营销的招 很好用 那欧莱雅集团就跟 赫莲娜 修丽可说 孩子们你们也来试试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 比方说一个基金公司 本来各个基金经理 都是单打独斗 各自为战 自己研究自己策略 但突然有一天 老板来了 说小林 你把这个策略分享给老王 小林本来靠这个策略 就可以躺平赚钱了 结果现在老王知道了 哥 那我又得去相信了 当然也不是说 这每个品牌的所有信息 都得全盘拖出 那小林肯定不干了 就急了 只是说欧莱雅集团 它会尽可能的 在你能接受的一定限度内 来促进大家的交流合作 促进大家共享 逼着孩子们共同竞争 所以你说欧莱雅 它营销厉害 还是因为它有一套 有效的机制 可以不断地去促进 这个信想法的产生 说到想法 我再支出来说一嘴 这次我去法国 就去了南法尼斯的 一个玫瑰庄园 它是2020年的时候 蓝蔻从一个 私人手里给买下来 然后就给改造成了 一个玫瑰庄园 全是粉色 巨好看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 它的关键在于什么 并不在于 我改造庄园的这个动作 而是你得有这个想法 对吧 确实非常飘逸 通过买了这么一个庄园 背后故事也有了 链条也具象化了 对吧 你看多会搞 不得不承认 法国人搞创意 确实是有一套 你看今年不是巴黎奥运会吗 明明是它预算有限 就没钱了 然后还喊了一个口号 叫百年奥运 重回法国 因为1924年 那个奥运会也是在巴黎 你看这样一来 什么浪漫啊 仪式感啊 全有了 关键是还省钱 你说你配复不配复 车远了 我们说回到欧莱雅 它收购的策略 但稍微总结一下 它先是通过收购 积累了一套 研发供应链 渠道市场营销的体系 之后呢 还是通过收购和投资 去找到一些 有潜力的小品牌 在这套体系的共享和助推下 让这些小品牌迅速扩大 占领全球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盈利 从而呢 构建起来这么一个 庞大的全球范围内的美装帝国 这个呢 也是我认为 欧莱雅它们迅速崛起的 一个重要的内因 而外因呢 就是市场环境了 对吧 你看对于欧莱雅 它幸运的是什么 就在它全球化的这几十年 一直都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去承接它这个 快速扩张的产能 比如最近这十几年 增长最快的 最迅猛的地区 那就是中国地区 到现在中国 已经是欧莱雅 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二大市场 就连他这个CEO 现在都起了个 有模有样的中文名 叫叶红木 人家可是个绝对的法国人 但叫叶红木 你看都正是中国市场 而现在呢 欧莱雅已经做到了 美装的头发交易 就这个大哥当久了 他也有自己的烦心事 你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很可能就成为 最先碰到天花板的那个 你看最近这几年 整个全球的环境 一方面经济不景气 包括中国的美装市场 增速也在放缓 去年还出现了下滑 另一方面呢 像AI啊数字化这种 都在呈现一个 爆发式增长的趋势 你看这种不确定性 很强的 动荡的时期 谁最慌 就是之前的既得利益者 他最慌 你别哪天 美装界搞出来 给我老潮钱了 对吧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能理解 这么大哥的处境了 那他该怎么办 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了 他就创新 对没错 现在公司都喊着创新 难就难在 他怎么创新 对吧 像欧莱雅这种 特别大的美装集团 其实大致来讲 有这么两个方向 一个呢 就是生物科学方面 而另一个呢 就是科技 或者说技术方面 生物这边呢 就是我也不太懂 他可能就多找找phd什么的 而科技这边 其实对于美装行业 它跟我们知道的 像谷歌 微软 亚马逊 这种科技公司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咱们就从一个 最高屋见龄的层面 跟大家聊聊 你看欧莱雅 他管自己叫什么 他叫create beauty的企业 他要创造美 对吧 那就非常主观了 不像我要是 比如说做通信 我从4G到5G到5.5G 他目标其实非常明确 我就是要 上传速度更快 下载速度更快 延迟更少 更冷 这一堆目标 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去指导他的研发和投入 但美装企业呢 他要的是更美 这是大家情人眼里出息时 像我这次去参观的时候 欧莱雅他里边 有个叫做packaging lab 包装实验室 里边就有好多专家 整天就在那研究 我是用什么材料 什么材质 什么颜色 能让大家觉得更美 更有质感 就这里头是巨多学问 这个美 它更多元也更复杂 所以对于消费品 这种公司的科技投资来说 它的目标更不确定性 它需要广撒网 去分散风险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非常适合 去投那种初创公司 它虽然风险大 但是单比投资小 网撒的广 可能就比你重金 去买一个成熟的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又更合适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这次科技展欧 那么大一个展台 很大一部分 都是跟初创公司的合作 你比如说它有一个吹风机 就是欧拉雅在2018年 成立了一个创投基金 叫BOLD投的项目 它还有一个促进皮肤吸收的 一个挺好玩的仪器 它是2020年的时候 从中国开始搞的一个叫做 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 孵化出来的一个项目 欧拉雅也把跟这种 初创公司合作的模式 叫开放式创新 我这次还有机会采访到了 他们开放式创新的老大 我就问他说 你在投这些初创公司的时候 最看重什么 我本来以为 他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策略 就比如说我先瞄准几个赛道 AI我投30% AR VR我投30% 就先选好赛道 再去喷喷资源 但是我非常意外的是 他说他其实也没有一个 完整的或者说明确的规划 而他最看重这些初创公司的 其实是专利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 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技术 当然也不是说欧拉雅 他现在就不收购了 狂魔还是狂魔 他现在是属于收购 跟投资初创企业 两条腿走路 那他是怎么平衡这两件事呢 咱们再踩下CEO的鞋里来思考一下 收购 就像刚刚我们分析的 其实他的产品已经跑通了 他买的是市场的潜力 说白了就是很快就能看见回头钱的 比如说欧拉雅 他去年收购了澳洲的一个互服品牌 叫ASOP 174亿人民币 是欧拉雅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 而当时这个ASOP 在中国其实他刚刚起步 据说只有两家门店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产品已经成熟了 但市场没开发 而初创投资这边呢 他可能连产品都没有 主要是利用这些技术去打造新的产品 所以你看收购 它是金额大 但是风险相对较小 更主要的是市场盈利导向 说白了就是要赚当下的钱 来给集团提供盈利和增长的保障 而投资早期初创呢 其实正好相反 它风险更大 不确定性更强 更主要是产品和研发导向 相当于提供了一个 压保未来的机会 所以欧拉雅他怎么去平衡这两件事 其实他要思考的是布局当下 还是布局未来之间的平衡 好 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 欧拉雅这个投资布局 他先是通过收购去扩张品类 多元化 同时搭建起了一个集团化运营的体系 在研发 供应链 渠道方面协同 在品牌和营销方面竞争合作 加上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构建出来了这样一个美妆帝国 而现在面对全球的增长曲线放后 他开始通过更早期的投资 去布局专利 布局技术 压保未来 所以你看一个美妆消费品企业 咱们看到的可能是它琳琅满目的广告 但在这背后 其实是一个庞大的 复杂的 多元的体系 萌萌们 今天我们来到了 法国巴黎 来参加欧洲最大的科技展 Viva Tech 这个展一年能来15万人 你看底下这个人 你就跟逛庙会下脚子似的 就一会儿法国总统马克龙据说也会来 不知道能不能碰上 并没有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也是非常繁忙的展台 就是欧莱雅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3D打印机 但你知道它打的是什么吗 是人皮 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 打完了就有点像这种东西 在这儿调完参数选开始之后 这个打印机就会在这儿挤出来 像是基底液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培养民里过一会儿之后 它就会凝固 它这个现在就只是一些基底 所以如果我们把细菌放进去 它就会像是真正的肌 对 哇 非常有趣 哦 这像魔法 你摸摸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建模了 刚才老师说在实验室里的 会比这个要复杂精准要大剧多 但是我觉得还真的挺神奇的 第一次打印出来一块皮肤 它这个打开是靠那种红外光 这里边吹风 然后加上红外 它俩合在一起就有点像风和太阳给你的那种感觉 就让你头发能自然吹干 对头发的伤害会更小 你先放这吧 来 你来这儿 这就能显示出来它是那种红外的光 你是一点一点能感觉到那个风加热的 它这不是欧莱雅自己做的 是它跟一个深圳的科创公司一起做的 就这个 我觉得这个展台的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它真的是让人去体验 它就是现场给你做头发 色你的皮肤 然后还给你小样 真的是挺吸引人来看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做了个发型 接着拍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不是吹风机 也不是那种什么 锅毛仪 这是一个叫做my hair id 它是可以检测你头发的颜色 这里边是一种叫纳米晶片导入 它里面有好多那种纳米级别的小硅晶片 在每分钟5000次的这个按摩下 可以帮助我们产品 能去更好的在我们表时的吸收 比如说你把这个精华抹在手上之后 然后你就拿它在这 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更好的导入到皮肤里面 这样功效会更好 它其实不疼 不疼 它就是专门设计给害怕做医美 但是又想要更好的效果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特别厉害的 那个机器的产品经理Helen OK 这个机器就是做皮肤检测的 一会儿我们看看它怎么测我 然后看看我怎么样 刚才我们用三种不同的光 分别拍了正面左边和右边 这三种光就是一个是正常的光 一个是偏正光 就是能拍出你皮肤本质的光 第三种叫UV light 紫外光 就是它可以更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毛孔 就我最近也没太休息好 所以这个结果要不好 就随便看看 呵呵找借口 对 对 对 好